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1月19日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省府将在19日下午宣布有关网约车服务相关的法案 并将在省议会提出 省长贺景曾表示 希望法案最快可以在圣诞节前通过 不过 通过网约车法案并不代表Uber等网约车服务 可以马上在本省合法登录 因保险 牌照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等细节 仍需要进一步的公布 据报道 在今日提出的法案中 省府提出了合共至少7项法案修改 包括修改乘客运输条例 车辆保险法 车辆法 商用运输条例 地区政府法 社区宪章及温哥华宪章 让网约车服务可以在各时推行 贺景提到 在实施网约车服务的同时 必须考虑出租车业界的供应平衡 省府接纳了运输政策研究专员哈拉 早前提出的研究报告中 增加出租车发牌数目的建议 宪政透过本省乘客运输局增发牌照 并预期在年底前增加200个出租车牌照 然而 对于出租车与网约车之间的竞争 贺景只提到需要有公平的制度 但未有提出更多的 例如流动价格等的具体措施 此外 贺景再次强调 省府需要考虑到有关司机和乘客的安全问题 将会要求司机进行额外的犯罪记录审查 同时也会在保险计划上寻求可行的方向 卑诗绿党党领韦福昨日表示 省府将在今日公布有关法案的内容 而相关的细节亦有可能在本星期内逐渐提出 虽然贺景曾表示 他预期省议会可顺利通过法案 并最快可以在圣诞前获得通过 但韦福认为 卑诗自由党仍会设法托延法案 因此保守估计法案最迟会在春季通过 贺景仪表示法案通过并不代表网约车服务会立即启动 他估计需要更长的时间 让更多的配套措施和细节落实 网约车才会正式登陆本省 有分析家估计 网约车要正式推出 可能要等到明年秋天了 本周五就是黑色星期五了 那一天意味着什么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虽然大家都在已经为年度大促销而做好准备了 但是要提醒大家 在这段时间里一定要注意提防网络诈骗 Transferwise律师事务所法律部主管Audrey 表示假日季节是每年网络诈骗最猖獗的时间段 经常是每年的高峰时段 以下是几种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段 大家一定要小心了 第一 虚假网站和产品 在众多的网络诈骗中 假日季最常见的诈骗 便会是出现大量的虚假的网站和产品 这些网站看起来与官网非常的像 一不留神就会中招 又是这些虚假网站还会出现在一些非常显眼的宣传位置 就像当年谷歌被骗宣传的一个假亚马逊网站一样 加拿大反欺诈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这种情况消费者们一定要擦亮双眼 一旦付钱了就再追不回来了 不过这些虚假网站和官方网站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比如产品的名字会有一点小错误 以及网站地址和URL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地方 第二 天上掉馅饼 同往常的诈骗一样 如果有个产品跟原价相差巨大 就像天掉馅饼一样 那八成就是假的 反诈骗中心表示 假日季大家经常会卖礼物送给亲朋好友 但是如果某种产品打折受请了 大家就要小心了 有些诈骗者经常会在一些近拍网站上出售这些东西 消费者付款后却收不到东西 第三 慈善诈骗 假日季同时也是急语季 各位居民在选择捐赠物品 特别是捐钱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留神 那些通过电话要钱或者上门推销的人 反诈骗中心表示 年底是慈善募捐的旺季 也是诈骗分子进行虚假诈骗的高峰期 所以每次做慈善之前都要做一些了解 确保这个慈善工程是真实的 经过注册的 第四 传销计划 可能不少人已经在Facebook上看到 有关Secret Sister礼物交换计划 这个计划就像是一封连锁信 告诉参加者能够收到36个礼物 但是作为交换 需要发一个10块钱的礼物 有时候内容不尽相同 但大概的意思都是 只要有一个礼物或者转发一个内容 就能得到节日礼物 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的危害 但是在加拿大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Andre提醒大家 一定要时刻关注自己的银行账户 如果有异常立即冻结账户 反诈骗中心也提醒各位消费者 在购买前一定要阅读条款和条件 了解所有付款方式 退货政策和产品保证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就难以置信 这样令人发指的事情竟然发生在加拿大 这两天Facebook上一直在疯传一段 令人震惊的视频 一名14岁的白人少年脸长下 趴在了冰冷的河水中央 双手完全倾默在湍急的水流中 而他的同学们一个接着一个从他的背上踩过 跨过浑浊冰冷的河水 男孩的周围有差不多30名左右 有看热闹的旁观者 他们都是同一所高中的学生 却在一边笑一边看 还一边拿着手机又录又拍 甚至有人对着被欺负的少年 不断地扔十字 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 据了解 这些孩子都是新斯科社省 格雷斯湾高中的学生 趴在冰冷河水中的男孩 名叫布莱特·考伯特 之所以被欺凌据说 因为他是一个脑瘫的孩子 事件发生在11月6日 布莱特的母亲麦克伊晨说 有三名学生采了儿子 看完这个视频 他整夜无眠 面对媒体他哽咽了 没有人制止 没有人说 这很残忍 他说自己难以相信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儿子 一个残疾孩子的身上 更加令人难以相信的是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 加拿大这样号称 高度崇尚包容的社会 克比特后来对我说 如果我死了怎么办 有没有人会扶我起来 母亲麦克伊晨面对镜头反问 气不成声 事情曝光后 被欺凌的少年 接受了加拿大和美国 很多家媒体的采访 面对媒体 布莱特坦言 他在生活中常常遇到欺凌 比如 有人取笑我口吃 有人说我笨 还有人要把我的牙打下来 母亲麦克伊晨说 看到我的孩子躺在那里 别人把他当桥 踩来踩去 我的心被撕得粉碎 但更加令人惊讶的是 儿子的善良 他说 布莱特没有第一时间 说出真相 因为他担心那些孩子 会有麻烦 直到他看完视频后 再问儿子 布莱特还是说 没事 这位母亲接受 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 这就是残障儿童的内心 他们不会看到别人的坏 只看到别人的好 他们拥有世界上 最神奇的礼物 这让我心碎 麦克伊晨坦言 自己非常不满意 校方的处理方式 因为一开始 校方只关心 自己的生育问题 而所有那些 涉嫌欺凌的孩子 只是被停课一天而已 这段视频被发到 Facebook后 迅速被众多的网友封转 越来越多的人 被视频里的画面 彻底激怒了 事件发生后 学校对涉事学生 做出了停课一天的处罚 但是大家普遍认为 学校处理不当 处罚过轻 而且即便如此 轻描淡显的处罚 也还是在媒体 不断报道的情况下 被迫做出的 学校里20多名学生 甚至采取了 罢课抗议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当地一名拳击手 在上周二的时候 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 站在学校门口 喊出了自己反对霸凌的声音 很多相邻学校的学生 也纷纷加入到了活动中来 更多在网上了解了 这件事的网友们 则纷纷地表示震惊和恶心 新报专栏作家 迪迈诺已经专门撰文考问 人性的良知到底在哪里 安省脑瘫联合会的斯科巴则说 残疾儿童往往都是欺凌的目标 根据2001年皇后大学 关于欺凌同伴被干预的研究 超过一半的欺凌事件 在旁观者介入后 10秒内停止 弗莱奈特说 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害怕 要敢于站出来制止 目前当地教育局已经介入了此事 一位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会严肃处理这一事件 并称这种行为不能接受 非常令人失望 加拿大隐私专员计划 为大麻买卖双方提供指导守则 因为如果刷信用卡买大麻 让第三方知道相关交易 可能会产生麻烦 例如被禁止进入美国 鉴于加拿大统计局提出的 获取所有加拿大人银行详细记录的计划 一些不能匿名在店内付现金购买大麻的省份 引发了更大的担忧 联邦隐私专员办公室发言人科恩表示 他们知道大麻相关交易的敏感性 特别是在大麻消费不合法的辖区内 处理这些交易资料 应该让消费者知道 其他国家有可能知道这些资料 包括执法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 被施政已经发布了 本省指导守则及保护私隐的提示 当中指出网上卖家会收集个人资料 如姓名、出生日期、地址、信用卡号码 购买历史以及电子邮件地址等 卑市省私隐专员指出 在网上提供个人资料会产生额外的风险 因为大麻在加拿大以外的多数地方都是非法的 因此大麻使用者的个人资料非常敏感 在大麻尚未合法化的年代 使用信用卡的大麻交易 往往使用通用的代号如Organics 部分商户目前仍然这样用 不过安省大麻店发言人则指出 该省大麻店运营要透明化 将会显示大麻店商业注册名称 此外 安省私隐专员指出 有些通用代号已经被人熟知 他建议可以效法一些类似租屋时提供信用记录的场合 向房东提供修改过敏感信息的信用卡账单 加拿大邮政今早提出了冷静期方案 建议邮政公认 在繁忙的圣诞节交付季节之前不再罢工 每名邮务员可以领取1000元的特别补助 目前尚不清楚工会是否会同意冷静期方案 该提议的截止时间为今天下午5点 另一方面 加拿大邮务员工会 今天在拒绝加拿大邮政的最新合约建议后 要求任命调解员 以帮助解决正在进行的劳资纠纷 不过 工会随机在卑诗省和阿省展开新一轮 轮调罢工 总理特鲁多在加拿大邮政自定限期前的几个小时 在星期六晚上 要求双方尽快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罢工造成了大量未交付邮件的揭押 促使一些企业在繁忙的圣诞购物旺季之前提出解决方案 加拿大邮售协会敦促沃泰华通过法案 限令邮政公人立即结束轮换罢工 上周 Ebay也呼吁政府立即就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销售活动来临前 即使终止工潮 截止到11月16日 加拿大移民系统内的非法越境庇护申请案件积压 已经超过了28000起 他们尚未得到来自移民部的裁决结果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在今年7月到9月一共有5000起新的庇护申请 而在此之前的季度 新案例仅有1100个 虽然加拿大政府部门已经着手安排新增人手 但是政府部门在今年7月到9月的两个月内 仅仅完成处理了1600起申请 这使得目前案件积压情况更加的严重 联邦自由党政府已经在接下来的两年额外拨款 7400万用于解决系统内的积案问题 而造成计案的主要因素是由于这些从美国变境 非法进入加拿大的人们导致的 此外 其他渠道的难民申请计案也在增加 目前摆在移民官员面前的是共计64000起难民庇护申请 这样的情况使得每一名申请者的等待时间变得漫长 如果是今天抵达加拿大并发出庇护申请的难民 需要等待两年才能够得到 关于他们难民身份申请的初次裁决 以上是今天的港湾播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